今早有波威环球证券金融首席分析师聂镇邦 我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Thomas 请问你今早大事是否知道如何 看到汇控比亚迪就公布了业绩 我们待会看看 另外看到手机设备股近日都做好 去探讨一下到底值不值得现在买入 内地今天会公布官方制造业PMI 我们也会跟大家跟进 观众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是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做好道指升超过500点 市场官网联储局星期三公布的议息结果 同时市场对尔巴战士蔓延到其他中东地区的忧虑 有所舒缓 美股做好道指高开119点之后 升幅一度扩大到585点 收市升511点 收报32928点 标指升49点 收报4166点 升幅1.2% 纳指升146点收市 收报12789点 升幅1.2%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一度升2% 收市升幅1% 欧洲股市方面做好 三大指数向上 一起看看焦点美股 Amazon升超过3% Meta宣布11月开始 欧洲推出无广告Facebook和IG的计划 分别收费是9.99和12.99欧元 股价上升2% 苹果公司星期一收市后 举行产品发布会 市场预期推出两款新的Mac机 股价在交易时断升1.2% Tesla要挨沽一度跌近7% 收市跌幅收窄到4% 失手200美元 以月托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 相比本港上的收市是个别发展的 京东比本港收市略高 腾讯、阿里和网易 都比本港收市低 不过跌幅不够1% 友邦比本港收市低 汇控业绩后ADR再跌超过1% 折合56.35 比本港收市再低1.5%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跌59点 30637点 首义综合指数跌8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升19点 新西兰五十成份股指数升26点 报10767点 看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最新的表现 现在最新跌33点 恒指17900点左右的水平 稍后对原本会继续和大家跟进 和Thomas聊聊外围的情况 市场观望着 美国时间星期三 香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 就会公布议息的结果 三大指数昨天都做好了 新年期债息一度冲上4.9厘楼上 不过未有影响过纳指表现 市场现在对战事扩散 到中东其他地区的忧虑 稍为舒缓 看到右价都是向下的 上天跌4% 11月1日公布议息会议结果 吴家息似乎是市场共识 不过大家现在都开始接受 高级的说法 你预期美股 譬如如纳指和标指计 由高位已经跌了10% 你觉得是会持续向下调整 还是会在现水平那里横行 始终是地缘政治局势 加上未来也有不少不确定的因素 譬如是中国的经济走向 或者是中美之间 继续会不会有一个转变 可能是转叉的状况 这些不确定性都会影响环球的经济走向 所以我相信联储局的确不会贸然结束加息周期 所以对于十年期的国债资息率 现在大概是4.9厘附近的水平 但是有机会年底前又再到5厘以上 所以对于美股也会求成一个沽压 暂时去看美股出现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机会未必是那么大 因为太太Wendy也说到 已经跌了有不少 相对上来说 可能特别要关注纳指的情况 因为始终由年初去到7月的高位 其实就升了超过40% 所以现在调整的调整 还是未到一半左右 所以不排除仍然稍微有下调的空间 如果下跌到大概一半左右 就是12,350点左右 但这些数据这么凌丁的时候 通常来说如果下跌到12,300点左右 可能要去到一些心理关口 大概12,000点才会有一个支持 至于道指来说 可以关注32,800点的水平 昨天一个反弹已经跨越了32,800点 但始终一天反弹的时候 也不足以确立升势 所以我想今星期的焦点 就会看回刚才说的位置 会不会有我的支持 至于标指来说 我们就要留意4,000点这个关口 好 我们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让大家看看股价图 临近中午跌幅收窄 收市微升7点 收报17,406点 国子收市跌18点 收报5960点 跌幅0.3% 科智跑营大市 上升48点 升幅1.3% 收报3,854点 大市全日成交924亿 北水是绿德正流入的 金额是22亿5,000万 小米有北水正流入 金额6亿元 中芯有5亿6,000万 若名生物有3亿6,000万 殉达生物也有1亿1,000万 正流出最多是快手 金额5亿5,000万 中国移动连续第二天有北水正流出 金额增加到4亿元 美团由正流入转为正流出 金额是4,000万 坎股昨天是期指结算日 微升了7点收市 上日早段跌7点的时候 一度又失守了10天线 内地股市持续做好 上证中指上回3,000点 流上都是继续向上 恒指的走势 现在又在开中一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你觉得对后市 会不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利好作用 短暂的刺激都会有 因为之前也见到一些利好消息 一出时可能恒指会反弹一日半日 但是如果要借着这些利好消息 带动指数有显著上升的动力 可能暂时不適宜期望太高 因为始终来说都是10月中以来 无论是升市也好跌市也好 相对上都是出阴烛的日子 是比较多一点 反映了当指数稍微有高走的状况 也会有些投资者出现沽货的状况 所以最终收市位很多时都低于开市位 沽压方面比较明显一些 最近两个交易日就见回阳烛 但始终恒指都未曾去到17,500点之上的位置收市 也未跨越20天线 所以后市来说都要观望一下 现阶段去看 今个星期继续培会17,000点到17,500点的机会 会比较大一点 我想未来要关注大市成交金额 更日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去到900多亿 但始终距离健康水平1200亿 仍然有一些距离 看看有没有机会在低水平徘徊的时候 开始吸引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 来入市令成交额上升一些 所以如果真的看到成交额稍微有好转 回到1200亿或以上的时候 后市才可以看得乐观点 好,我们谈谈业绩股股 不好意思,讲讲比亚迪 因为他昨天收市后公布了第三季的业绩 和大家简单谈谈 第三季的纯利是按年升了82% 到104亿 公司在10月中的时候发过盈起 预计盈利是介乎增长67%至102% 所以今次公布出来的升幅 其实就是预测区间的中位数 不过纯利的升幅就是第三季的升幅 就是少于上一季的145%的增长 收入赚按年升38% 到1621亿 比亚迪的股价在发出营起的那天 就是裂口弹升了6% 之后反复下滑 就去到246元的水平 其实看到昨天ADR相比起港股的收市价 折合也是有一个下跌 昨天ADR的收市价 折合大概是245.59 看完数据之后 在上一季比较 以至管理层预期的状况时 来评估到底增长是否属于一个吸引的位置 刚才Wendy也说到 是对应增长是盈起的中位数位置 所以我想市场去看的时候 又未必是有一个很大的惊喜 以及以8月中以来股价表现 其实倾向上都是强势的 大概8月中不到220元开始升上来 现在累计的时候 升幅都有大概一成左右 但相对同期来说 恒指的表现一直是一个下跌状况 所以比较地已经是属于一个强势股 现在港股的投资气氛不是那么强 股价表现应该已经反映了业绩表现 所以我认为暂时去看 股价倾向上 都是在230-250元 徘徊的机会会比较大一些 除非看到恒指突破了17500点 之上收市 比较地才可以提高一线 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挑战260元 这些位置 主要是受着大市的气氛影响着 好 我们谈谈回号 昨天中午出业绩 大家都消化了长一点的时间 不过也和大家简单报报点数 税前盈利增长了接近140% 去到77.144万美元 略略低于市场预期 市场原本预期的增幅是1.5倍的 今次的增长主要是受到 静利息收益向好的带动 第三季相关收入上升了15% 去到92.5亿美元 季度息十美先 这个数据符合市场预期 持续回购 不过金额增加到30亿 这个数据比市场预期 市场关注的资产质数 第三季预期信贷损失 ECL按年略为升0.2% 去到10.7100万美元 在10亿美元的数据内房占了近一半 有5亿美元 大家都追问 管理层说内房的撥备 相信仍然会增加 今年首九个月 内房相关的撥备 是去到8亿美元 活丰公布业绩之后 昨天股价下午就向下 收市是步57.2% 跌幅1.4% 美股ADR再比半港收市低 去到56.3% 即是去到今年六月初的水平 股价下跌的其中一个焦点就是 除了盈利增长不及大家的预期之外 为何利息收入升 都会拖累到盈利增长不及预期呢 就是支出的升幅 其实比市场的预期大 因为大家原本想着 营业支出会减2% 但今次最新出来的数据 就是升了的 支出的升幅 就是升了2.3% 去到79亿美元 因为人家原先预计的支出会减 所以令开支上升的背景之下 盈利增长不及市场预期 昨天看到大家都不太收货 我最初都在猜 会否后市也有些增持 因为即使盈利不及预期 但是回购金额增加了 但现在暂时看市场不是很购买的 你又怎样看呢 年初好一段时间 汇控是一个很吸引的投资选择 现在跌下来 会不会是一个吸引或者买入的时机 昨天上午时升了 升超过0.4% 但公布业绩之后 倒跌超过1% 所以看到市场的期望很高 但出来的业绩时 相对上也有失望的状况 虽然在顺利方面比市场预期更好 但是如果纯粹看税前盈利时 似乎状况又不是这样 以及刚才说比亚迪的时候 也有略略提过 就是投资者现在不单只关注 到底盈利增长的实数是多少 会对比上一季的表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